台南專門站的附近 半秒兩點多火燒車 四十多台的機車是燒到紅紅球 附近的民眾說 這個火燒的東西 有聽到爆炸聲 這個倒火的原因 有記民說 剛剛是看到一個男人 在那裡燒爪斑 就應化到大火了 大火燒到一面 現場過的夢幻散無 相對接著報案 光臨的莊醉唱歌 很快把火控制條火 台南專門站旁邊 光臨路路段停機車的地方 報名到兩點多火燒火 附近的民眾說 火好像是火燒車燒起來 到底是怎麼倒火 附近站在台中的鑑紙去外面 能看到前面生是現場一間廟 先倒火 接下來火就這樣整個燒起來 這間火災 有四十多台奧車 掃到風台北 總共現場有四四部機車 採損出貨 出貨大約四萬多塊 如果到火的原因 有人說 好像是這個燒鑽 在旁邊燒爪斑 他們去的 警察也吹著這個燒鑽 跟人家帶回去問過 是一名雲層 將那私人物品投入 金爐之內 焚燒 那因為火勢太大 燃燒到停車場裡面的機車 金爐裡面燒東西 燒起火急 讓很多台奧車燒到港村 國際 燒車不只要備上車主 他也幫他公共負責罪